肺动脉高压对一般民众来说是个陌生的名词 大家普遍对肺动脉高压的疾病认知不够 病人容易看醋科 不仅无法确诊 容易延误治疗甚至造成死亡 有鉴于此 高医疹和包括心脏科、小儿科、免疫风湿科等 多达九种科别的医师 组成肺动脉高压治疗团队 全方位守护病人的健康 因为会高压它本身有五个型号 所以这五个型号我们要确定说 它本身是哪一种型号的会高压 既然有五个会高压的型号的一个族群 所以确实是它是需要一个跨科的一个合作 才能够把诊断生确定 会高压的诊断它是来自不同的科里 到最后我们从影像上 从心脏超音波 那从我们甚至最后做心导管 才能够确定诊断 然后来做一个适当的治疗 但是每一个科里面 它应该都要有一些医师 它就有这样的专精 所以它才开始寻出来 那所以有一个杂志就这样说 一般的马都是马 但是你怎么挑出它是斑马 这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目前组织高一的团队 就每个月我们在探讨就是把一些它本来对于会高压的认识 它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对自己的专业是清楚的 如何再加上这样的元素 然后慢慢地来找出这些我所谓的马里面的帮马 医师解释 很多疾病到最后会并发肺动脉高压 像是有肺部 心脏 自体免疫疾病都有可能 患者会出现走路喘 胸闷 头晕 颜色不好 脚水肿等症状 由于肺动脉高压的症状不特异 像不少医师容易疏忽病患罹患肺动脉高压的可能性 也常出现病人流量各科延误就诊的情形 肺高压最重要的 它有很多的症状 不过问题是它的症状常常都没有特异性 比如说病人会觉得喘 或者是运动能力比较差 或者甚至他会觉得很累 或者是有一些阴穴这些的症状 所以在外表上从症状上看起来 有时候你不太容易去特别去想到这一类的疾病 那这一类的疾病呢 肺动脉高压其实跟我们一般的高血压一样 你不治疗它 那么它这压力就会越来越高 最后的结果就是病人突然之间的 突然死亡 正常人的肺部压力约在10到20毫米拱柱之间 超过25就可以称之为肺高压 由于肺部动脉压力高 右心室必须更用力将血液打出 久而久之造成心室肥大 甚至心脏衰竭 一名40多岁的妇人 长居的身体不适 常跑医院挂急诊 最后到高一检查 才发现她的肺部压力高达80 超过正常人的三倍以上 那大概就是一个43岁的女性 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不知道她本身有这种疾病 那她去求诊很多急诊跟医院 那并没有找到一些足够的证据 说她有相关的症状 那来到我们这里之后 我们借由她的下肢水肿 然后还有她的一些右心衰竭的一些症状 还有就是比如呼吸困难 我们透过心电图X光 一些系列的检查 那从超音波里面 我们发现她的肺动脉的压力很高 那大于正常人大概是两三倍以上 经过我们一些血管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测试 测证明它就是 微血管前面的一个肺动脉高血压 目前肺动脉高压依据严重程度分成四级 一、二级的病患病情较轻 就可以使用口服药物治疗 不仅效果好 也比较不会影响病人的生活品质 三级的病人连日常活动都觉得吃力 就必须使用至少两种以上的药物来治疗 四级病人严重到只能卧床 这时就只能采用口服药物 加上真剂注射24小时挤药合并治疗 目前肺动脉高血压 大概治疗就是有三大途径 那这三大途径来说 目前其实都逐渐发展出口服药物 那如果病人是一个功能良好的 初期的肺动脉高血压 你可以选择使用一种药物单一治疗 或使用两种药物同时治疗 那这样子的治疗呢 可能就是要可以先使用口服药物 因为口服比较符合就是人心 病人的使用会比较方便 由于肺动脉高压症状不明显 不宜早期诊断 医师建议如果出现疑似肺动脉高压症状时 应该寻求心脏科、胸腔科医师的评估 做心脏超音波、肺血管压力检测 透过不同科别医师的把关 进行最精准的诊断以及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